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讲讲这次讲盐的事情 日本人辟邪用的盐不是就这样叫盐 通常叫盛盐,盛是什么盛? 大家吃饭都知道,去吃牛肉饭叫大声,特声 那个盛就是整个弄起了的盐 那个叫盛盐 不如听我讲,不如看看图片吧 我们看看盛盐是什么样的 看到了,本身右边的一堆粗盐 中间有个八角追形 一个圆形 到底要圆还是要追形呢? 其实没所谓,简单讲讲盛盐的历史 由古时到现在,日本人都相信 可以辟邪、洁净这个地方 其实早于平安时代 即是距离现在 距离现在应该到八百至一千年 都已经有家家户会摆盐在门口 当然以前的盐的价钱是很贵 不像现在在香港 你如果买最便宜的几元 买到一包 买日本的盐 就十元 十多元都买到一袋 我想可以是一袋 以前来计,已经相信这一套 但是,几个因素 第一,盐是以前很宝贵的一种 结晶体的东西 而不是天然的 日本人相信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 又可以杀菌,可以拆牙等等 所以,日本人就会认为 结晶,也放在神坛上 正化的地方 觉得这是一种正能量 等等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要有盛言 这个传统 虽然刚才解释了 结晶,天然,神圣等等 总有第一个源流 何来呢? 日本人就说出一个历史 但是,我个人来说 虽然我的宗史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没有听过这个野史 所以我觉得,都是杜赞居多 是什么事呢? 是关于秦始皇的 那我们看看秦始皇的图片 当于秦始皇的时代就没有照片 这个图片是画出来的 日本人说,为什么盛言 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文化 首先,大致也解释了 为什么用盐来淨化 因为刚才说的,天然等等的东西 其实在饮食店 日本人的商店 门口有时候都会放盛言 我其实在香港的 铜锣湾的大户屋 那间日本的一个料理店 我看过门口放盛言 它不是驱轨 而是关于生意 一个日本人的一个传统 至于,在日本的商店 尤其是食店等等 为什么放盐在门口呢? 他们说,跟秦始皇有关 强调多次,讲多次 我就没有听过这个野史 纯粹分享,大家都可以 有怀疑甚至不咨询 秦始皇呢 就很好色的 就是那些三千公里 今晚不知宠幸哪个那些 那调转说,历史上 那些皇帝好像个个都很好色的 因为你有权可以选三千个公里 那秦始皇 他选那些今晚宠幸哪个的时候 那怎么算呢? 哇,化多颜怜居说呢? 他就开一部牛车 那我不知为什么牛车不是马车 可能那个年代就... 什麽原因我都不知道了 那用牛车 那牛呢,如果见到有盐在那里 咦?有盐哦 咧咧咧咧 就会出现这样的 吸引那只牛是否咧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秦始皇的图片 因为牛呢,很喜欢盐 所以见到有盐就会咧 结果呢,里面那些飞笨等等 就在想着 咦?如果获得 这个始皇帝来到重行 生了个龙胎 那自己身价十倍 保住自己的地位 如果不是一路 秦始皇又不来 也都是没有所出 可能成为一个被打冷宫 是一个下半世都坎坷的 那所以他就放些盐在门口上 其实有些奸计 就引那只牛呢 是拖着秦始皇的车那只牛 那只牛走到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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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秦始皇就以为咦? 那只牛帮我选择了 那就在这里重行这个 那还有一张秦始皇的一个 图表也看完 结果那只牛就不肯走 怪着乃鹽 那秦始皇就说 好了,那麽麻烦 那我就今晚在这里过夜 有一个故事 但日本人有时说一说一说 又说一说 说不是秦始皇又是魏晋南北朝 我个人来说就有点怀疑 总之日本的饮食店 其实是会放盐在门口上 它不一定关于那里有鬼 但有些地方真的有鬼可以放盐 是事实 那所以大家见到日本的饮食店 放盐 又不需要太过大惊小怪 好了,放盐 我说了一点 到底怎样放呢? 我就做到下集图片 结界了 结界的图片 原来盐可以这样放 放盐是一盒 那大家见到是三角形 圆锥形 那到底怎样做呢? 那我简介给大家听 那如果做这些盐的一个摆设 可以这样说 一个意识 行为什麽都好 是指定用粗盐 那为什麽呢? 那说法说粗盐是更加容易 是存到大自然的力量 那因为我不懂做盐 我不知道幼盐是怎麽来的过程 那所以说要用粗盐 那可以驱斜的效果是最强的 那用了粗盐呢 你按在一个三角形的时候 它是实净 没有那麽幼盐 好像散的 那还有也都是譬如 譬如例 有些湿气 或者有些少少风吹过来 也都不容易去崩塌 那所以就最好用这个粗盐 那有人就说了 其实用什麽更加好的 用一些不能够食用的盐 即是工业盐 但我也不知道哪里买到工业盐 他说因为再实陷 但是不要理了 不要说得太复杂 我们一般用粗盐 好像几元的鸡就在超市里卖到 那做的时候是怎麽呢? 要买一个器皿回来 那当然啦 如果你不想做器皿 你自己拿个摺纸摺到三角 或者用你的手握 那不是说不可的 那如果是器皿呢 我就不知道香港的一些 就是12元店买卖到 日本的100日元店 就很容易卖到 我看一下器皿那张图片 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刚才说过了 你用摺纸的方式也可以 一个这样的器皿 很漂亮的这个形态 那至于圆形 和这些追形 即八角形是怎麽的呢?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在神坛上面最好是圆形 我香港人很少放在日本的神坛 但是说如果一般风水上 八角形就会吸引一些驱邪 吸引一些好运 驱走负能量、吸引正能量 那故事也相信它 但当然你找不到 假设你会放在八角形的器皿 那你圆形都无所谓 好了,放在哪里呢? 这样就瞧口了 原来呢? 首先最重要放在哪里呢? 就当是圆关 看看圆关的一个图片 圆关就是我们的大门口 它有图示范的 这张图比较反光 大家看不看到圆关我们画面 看到的左边那个位呢? 其实放了一堆盐 圆关因为进来的时候 大家在外面 虽然除了尘埃之外 都会有一些可能 怎样为之一些叫负能量 或者一些污气呢? 举例呢? 你上天搭车回家 旁边有个女人 哎呀!老公呀! 偷三、偷四呀! 有小三呀! 有小四呀! 你听着我一大门的时候 你这个人都会累积负能量 回来的时候 如果门口放那些圣盐 一堆盐 据说都可以拒走这些 衰气之类的东西 当然啦!大家留意 你放个位置 你放错位置 一进来一踢 每人进屋 又踢散他 哎呀!爸爸!你踢散了 哎呀!不好意思啊!女儿! 我先砌一些盐 然后哥哥就回来 哎呀!哎呀!我先踢散了盐 我先砌 哎呀!弟弟又回来又踢散 那当然是放在一个 没那么容易踢到的位置 除了圆关家 还在哪里要放呢? 这个我纯粹 和大家分享 民心 我家里都没有放 因为我家里有猫 很小 无论他在那里舔盐的时候 免是他的身体不好啦! 第二 我一个不愿意踢到整地盐 又无谓啦! 纯粹和大家分享日本人 如果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甚至你觉得你自己的房间 一些邪屁在那里 怎样去处理就让你参考 不然就很没空 家里几个地方都有 第二处地方 除了大门在哪里呢? 就是说 日本人相信 凡是有水有火的地方 都会令那个运气降低 水火不容 所以水和火在哪里 整家屋当然是厨房 和浴室 都是要有个摆法 亦都日本人 我准备做一些图片 跟大家讲 怎样摆 我们看看洗手间的图片 看到了 这个马桶在那里的时候 旁边放了一堆盐 看到这个位置 来看看 对,我应该没有放错 放了一个位置 什么叫吉位呢? 厕所就没有吉位可言 总之你不要被这些水弹了 因为这个图片和我们不同 因为我们有时水龙头距离的马桶 可能都比较近 总之放这个位置 你觉得那些马桶水 当然现在有疫情关系 大家冲厕所一定盖上板 我看到有些人都不盖 盖上板的水不容易弹上来 第二,你开水喉的时候 那些水也不要弹到那些盐 如果不是对整个阵都会有影响 最好这样放 如果你说放不到 有个好像画面那样 你可以放在地上一个位置 你踢不散盐的位置 都可以的 就是那句 不是必需 而是你想 希望运气提升 最简单 不想找师傅回来 试试,模仿 买10元,8元买两包盐 第二,哪个地方 就是厨房 看看厨房 厨房 刚才说的水火不用 最好放在升盘和煮食炉中间的位置 放一堆盐 都会有湿气弹一下 到底多久要换一次呢? 日本人没有规定 但一般来计 建议一个星期折十天 就把盐换走 如果一次洗手间的话 可能会更加换密 因为水会弹 还有一张图片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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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2971825 22971825 206251 2251 ..."